Jelajahe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正位于亚加达南区地方法院 根据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今天法院将进行的议程是被告人马六宣读辩护词 而法院的开庭时间为上午十点 目前现场除了一些媒体记者警员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外 还会看到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告人抵达现场 据了解在上周二的庭审中检察官已经宣读了控状 马六丹迪被指控违反了第355条第一条刑事法典 以及第55条第一条帝款刑事法典 因此检察官要求法官就是将马六丹迪判处12年的监禁 除此之外检察官也要求被告人马六就是向 受害者大卫支付1200亿吨的赔偿金 如果说被告人无法支付该赔偿金的话 那么将以7年的监禁来代替赔偿 此前就是检察官以两周的时间完成了他们的控状 而马六丹迪的律师团队也曾要求法官就是 得以让他们也能够在两周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辩护书的撰写 但法官却拒绝了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是仍将辩护的议程定到了8月22号也就是今天 那么除此之外检察官也表示从证人的证词以及庭审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证据中得到了证实 三名被告确实是的确违反了一些错误 而且并是有害的有益的袭击 他们袭击之前也是做好了准备共同出谋划策袭击到尾 他们的行为导致了受害者的脑部受到了严重的重创 所以他们也必须就是负责他们所做的一些行为 那么今天的辩护词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为美读新闻记者张曼曼在亚加达南区地方法院所做的报道 回到演播厅主持人 好的 谢谢曼曼给我们做的报道